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尹山 欢迎收看7月1号 礼拜是粉临新闻 李隆兄的月期一天 在6月23号 有到冰冬关系列 到8月10日 10日有10日 虽然PCR仍然都是阴性 不过有条票面一天 先为红业报告 今日关乎是在李隆兄 農会高菜市场四地快筛站 并共调 不如许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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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都可以做台减 一種的台減總共200名的餘工 在這個地方辦理快篩 因為我們調查的時候 他只講了95位 但是我們是帶了200份的試劑過來 所以說應該在試劑上面來講 如果不準的話我們後面還會再做檢查 當時為了高雷已經可以擁有台減 因此婦人館政府也特別表示 不論合法非法已經都可以來台減 保證不通報 最重要針對合法非法 還有居留過期的這些移工 我們在7月12號以前 三級警戒以前完全是免責 所以我們也大力的鼓勵他們出來接受快篩 接受篩檢 讓大家都沒有任何疑慮 而且都能夠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健康 另外現場也安排我談泰國丁丁國界的歡迎 來幫助以降政治部條街 台減丁丁相關流程 今天我們有在英文的還有越南還有泰國 有三國的有翻譯的同仁 全國三級 讓他境界將會繼續到7月10日後 十年後來的確正個案是漸漸在降機 但是北斗的變化讓他難度提升 因此豪遊民眾也要是來做好個人的衛生管理 千萬不能住它已經好 記者聽破影 蔡宏波德